台北電影節今天晚上舉行頒獎典禮 金馬影帝李康生再度以電影郊遊奪得最佳男主角 而最佳女主角则是電影裡李康生的太太陳香綺獲得 搖搖湖泊唱跳為台北電影節頒獎典禮拉開序幕 金馬影帝李康生再度以郊遊拿下最佳男主角獎 我本來以為這一次成國父當評審團主席 李康生兩個月前在國外中風發表感言 臉部表情還有些僵硬 但不改幽默本色引來哄堂大笑 巧得是影后正式郊遊裡飾演李康生老婆的陳香綺 在劇情片《回光宋明曲》裡面 精湛的演技獲得青睞 而且《回光宋明曲》更拿下最佳劇情長片獎 那是分年曲啦 可是我現在才45歲 還要比你更早的啦 而最佳男女配角獎 則分別由商業國片卡諾 曹又齡 漢宗珀三林美秀獲得 謝謝所有電影幕後不管是前面製作啊宣傳幕後宣傳的所有工作人員 謝謝你們 沒有你們也沒有就是這個獎杯 對 我以為我只是來頒獎來參加這個很棒的活動 結果沒想到 我現在要謝謝誰我也不知道啊 行政單位竟然把黑手伸到實驗單位 副主委 我沒有辦法接受 副主委 我是主席 副主委 我是主席 他沒有貨品權 你說話小聲一點 好 好 好 最後壓軸百萬首獎頒給了紀錄片不能戳的秘密二 紀錄片導演李慧仁獨立揭隆委會 隱瞞情流感疫情的關關相互現象 在競爭激烈的名單中報得大獎 李慧仁開心的宣布還會有第三部曲 不久後就能完成和觀眾見面 如電聽於蔡仁黃一金台北報導